歡迎收看 媽媽好生 好生食物大點名 窯窕美麗全靠它 我現在只要吃完大餐之後 我會做 你有沒有想過牛奶的感覺 我是連泡麵都會加番茄色嗎 她不是說不會得攝護腺癌 妳有攝護腺癌 真的嗎 營養學上面減肥有一個小方法 就是用大番茄去止餓 我真的太餓的話 帶一顆大番茄 在你的LV包包裡面 然後把它包 所以LV包包不是放番茄 就放地瓜 那是怎樣 我最近讀了一個整理的 一個醫學期刊 它就不是單邊 它是一個整理的 然後它就在講說 怎麼樣用食物來改變 你的皮膚的狀況 它裡面就是 都是有列舉證據的 洋洋沙沙 這個我們今天的營養師 一定很多這類的學問 所以今天要來聊一聊 到底怎麼樣呢 可以來挽救媽媽的一些身形 還有我們的皮膚的狀況 大家有沒有什麼好食物 可以來介紹一下下呢 你們都靠什麼 來維持你們的神力 有沒有什麼神食物 我覺得我個人就是什麼 我覺得都滿好 唯獨我沒有辦法去克制的就是 我的嘴巴 我就是美食當前 我就是會忍不住 就是會很想要吃 像前陣子過年的時候 回去公婆家 然後公婆 每次婆婆都會煮很多 很豐盛的東西 然後你就會 看了就會很想吃 然後飽餐一頓之後 你就開始覺得很 後悔 後悔 就坐在客廳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想說 我剛剛為什麼還要把那一碗飯 再吃掉呢 我為什麼要把那一盤菜 全部都吃完呢 然後就是還在這邊懊悔的時候 我婆婆就突然拿出血糖機說 我最近每天都有在量血糖 然後跟大家聊天說 我來幫你們大家都測一測好了 幫你們測水糖 對 然後本來我想說我那麼 你們幫我的娛樂好特別 年輕人今天不用測 然後我想說 而且我也不想被詐 一不測還好 一測我竟然 一百五三 正常是多少 就是 飯前跟飯後的 飯前跟飯後測的話 最好不要大於五十 就是任局超過 不要超過五十以上 對 然後飯前的話 空腹血糖最好是在 以她的年紀應該是在 天啊 她是飯後 那飯後呢 飯後一百五也是超過 超過了 後來我們就坐在那裡 其實我心裡也是滿焦慮的 然後我婆婆就 跑去她的菜園 然後突然就說 來 媽媽介紹妳一個很好的食物 她就說這個是很棒的神食物 就是這個 真的 地瓜葉 地瓜葉 還是我婆婆她來去 她的菜園獻採給我 我很打人喔 她就說 她媽媽身子以後沒人住 沒有 因為我婆婆有在控制血糖 所以她就看我血糖那麼高 她就說 地瓜葉是很好控制血糖的東西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沒關係 我跟妳講 我現在採這些 妳明天早上 就把這一盤吃下去 太好了 對 所以呢我現在就真的 就聽我婆婆話 我現在只要吃完大餐之後 我隔天下一餐 我一定會吃 這麼大一盤的地瓜葉 可是其實這裡面 它燙起來也沒多少 然後我大概這一些呢 是燙了以後我會做 地瓜葉牛奶 妳們不要覺得 其實喝起來 要喝一點糖 妳講 為什麼我們現在 要喝這個 我跟妳講 可是喝起來其實真的 妳們想過牛奶的感覺 妳們想過 妳們想過 妳們這樣想 妳們都想過我的感覺 我都知道 酸酸的感覺 但是沒有 我跟妳講 妳只要 因為其實妳就是大餐 雖然這樣一瓶 然後就是配完這一盤 妳就會開始感覺 有安心的感覺 妳的罪惡感就不會那麼深 妳就會覺得說 妳要瘦了 但是等一下吃下來 我就會覺得 嗯 我的血糖現在很穩定 而且我都有在排便啊 而且它排便真的會順暢很多 我覺得順暢很多 真的 所以就是500cc的地瓜葉 牛奶加一盤的地瓜葉 我跟你講 飽到不行 飽到不行 飽到一針 然後會覺得自己很乾淨 很乾淨 可以 大概裡面只有唯一一個是 我保證妳的血糖 所以不會掉到一個石 對 因為那個已經超過我們 身體的部分 對 那那一定是不可能 但是其他的好處應該都有 對 事實上我們在控制血糖裡面 我們有幾個首選的蔬菜 第一個倒是 真的是所謂的地瓜葉沒錯 但是我們是吃在所謂的飯前 就是說妳在吃飯前 妳要吃大餐之前 妳可以先燙一盤青菜起來吃 然後增加碎食纖維 讓妳在整個飯中 不要大吃大喝 或是不小心大吃大喝 可以讓血糖穩定 另外維生素也很高 如果是給小朋友吃的話 我不建議用燙的 只要小朋友吃燙青菜 尤其是如果要減肥的小朋友 其實我建議加一點油下去炒 對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你要減肥的小朋友其實基本上 他也需要飽足感 才不會去吃零食嘛 所以他有油下去的話 真的要飽足感 第二個有油的話 他維生素A增加 對小朋友來講 不只是減肥有幫助 還可以護眼 對 所以如果是減肥的人 我覺得要用一點油下去炒 沒錯 那如果真的想吃地瓜葉那個減肥炒 除了譬如說用油炒 在食用上還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 還是要注意一下 剛才儀里已經說了 是不是一把對不對 但我們還是用一個單位的換算好了 基本上一邊角是300公克 就半斤 半斤地瓜葉 但是兩個拳頭 差不多半斤的地瓜葉 它是可以達到一個營養的效果的 那我們先撇掉一個減肥來說 它真的就像儀里說一樣 它非常營養非常營養 那所以你要知道說聯合國 有個叫亞素中心 亞洲蔬菜中心 你不要覺得真的是發發而畏 亞素中心他們有做過一個叫 十大抗氧化的食物 然後地瓜葉是 永遠都是在前五名 但是要提出問大家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有病人就是吃 那個地瓜葉減肥法 然後地瓜葉減肥法 他瘦了16公斤 16公斤 你要謝謝你婆婆 你有婆婆什麼時候 問題是 第一個 第二個是它本身 天啊 因為整個來說 脂肪量不夠 和碳水化合不夠 蛋白質不夠 它三餐就是用地瓜葉減肥 把它變成三個月 它從多大只吃地瓜葉 什麼都沒吃 然後它也有偷偷加點橄欖油 但是還是不夠 然後呢 胸部整個來說 所以基本上 它用在減肥 一定不能用單一食物 你可以 地瓜葉粥 地瓜葉豬肉 炒豬肉 你要去用多元化的 多元食物 而不是用地瓜葉減肥 這個太危險了 對 還是要營養均衡 對 好啦 除了這一把青之外 還有沒有別的方法 一把一把 因為我有一次要去健檢 就年初的時候要去健檢 因為就是希望腸道比較乾淨一點 對 然後就有連續三天 都吃地瓜西飯 低渣水 你知道嗎 真的 兩天而已喔 很好 然後我的狀況是很OK的 後來我發現 只要我稍微一離譜 我就乾脆來吃地瓜西飯 真的喔 真的很好 然後就是身材有顧到 飽足感 你只吃地瓜西飯 會加一些其他的東西嗎 我都沒有興趣 我每次如果這樣吃完出來 錄影我就覺得我好幸福 然後我收購我這樣 我就會有這種欲望 我只是老一輩的方法 年輕一輩 老靈魂來了 老靈魂 但是我的比較先進 因為我前一日 收到經紀人給我的訊息說 我要去內地就是宣傳廣告 然後我就非常興奮 然後就很開心 可是我下一秒就完全崩壞 因為我覺得完蛋了 因為我前陣子就是 家人朋友的生日聚餐 我是怒吃耶 然後就只胖很多 體重飆高 然後我就很擔心想說 怎麼辦 怎麼辦 然後我除了就是一星期 去三天的健身房健身之外 我還有請教長輩 前輩他們有什麼方法這樣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 它就是裡面有茄紅素 然後可以幫助我們血液循環 就是就壞著膽固醇 就會離開這樣 然後我就很開心 然後我就是連什麼都要 一定要加番茄 像番茄炒蛋 番茄炒菜 番茄炒牛肉 我粉 我全部都是要番茄 然後連桌子 對 連飲料我都要番茄汁 然後 邪惡一點 邪惡一點的話 我是連泡麵都會加番茄 所以啦 妳這邊加茄汁要這樣用啊 因為番茄就是會那個啊 前輩他們就分享的時候就會變瘦 他們說不會得攝護腺癌 妳有瘦嗎 沒有 我就大家知道 我之前問妳這個吃番茄有瘦嗎 有瘦嗎 我現在就真的有瘦 然後就是 可是我有怒吃小番茄 就是 我阿姨她就是有種那個 然後我也是聽到就是有番茄 然後我就 好 我要定 然後我就瘋狂吃 就是 水果的話我可以吃三盒小番茄 確實在營養學上面減肥 有一個小方法 就是用 所以在夏天的時候 我都會請我們減重班學員 就是如果真的太餓的話 帶一顆大番茄 在你的LV包包裡面 然後把它拿出來 拿出來就不要來 就你包包不是放番茄 就放地瓜葉 還是怎樣 對 就是可以拿起來吃 因為一顆大番茄 它的熱量大概就是 25大卡左右 可是它有增加飽足感 所以熱量非常非常的低 是可以用的 那它的用法其實 就跟配雞的地瓜葉一樣 它就是增加你的飽足感 然後你肯定血糖 可是你剛剛後面 又提到後半段毀了 就是小番茄 小番茄它是屬於水果 那就是小番茄 其實就這樣 而且好多汁 對 一包又汁 對 所以曾經我計算過 一盒外面 你剛剛提到那一種 就是類似像塑膠盒 一盒的那種小番茄 所以我今天再又去量的話 可能就完了 對 所以其實你還是維持在大番茄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對 然後那個佑南姐 她提到的稀飯 我是滿佩服她的 因為通常在做減肥 稀飯其實有一點地雷 因為 它會讓血糖快速上升 所以會讓你短暫的時候 心情覺得很好 然後很愉快 可是因為 糊化的東西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就是 因為它沒有咀嚼 所以沒有飽足感的概念 所以基本上你可能要 隨時補充那個按摩 所以會 可能會造成血糖 有一些些 可能如果長期用這樣子的 減肥方式會造成 沒有 最多三天而已 最多三天 那其實你的概念 就是把熱量降低 但是我覺得 你不用那麼痛苦 你其實吃一碗半碗的那個 就是有咀嚼的飯 其實也可以等於 一碗七碗的熱量 所以我覺得可以替換一下 那因為你加了根莖葉的地瓜 它其實也是增加飽足感 但是我建議你減肥 還是要吃多一點東西 就是正常均衡 就是要有蛋白質 要有油脂 可能會比較好 我們再來看看 很忙的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Yeah